明星与网红这个词大家都很熟了 但是你要追究起来你未必知道 我们先说明星 明星这个词汇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 古代汉语要说明星也是天上明亮的星星 跟我们今天这明星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明星这个概念产生于什么时候呢 上个世纪初电影产生之后 最先产生于美国电影 他指的是声望很高的演员 明星呢 他当时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 好莱坞要打造明星的意识呢 非常强烈 所以他要吸引观众脱离实际生活 建立一个虚拟的美好世界 这个世界里呢 只有爱和成功 那么明星在大荧幕上诞生以后呢 他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兢兢乐道的八卦 因为你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所以有意识无意识的叫制造很多话题 让粉丝们去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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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很大的嘉奖了 我们今天老说 看戏特狗血 撒狗血这词 就是从戏剧中来的 它最初是指戏中规定的情景 和这个角色的身份 性格 特性 去迎合 欣赏水平 比较低的观众 影响他们的这种低级趣味 所以把这个戏表演得非常过火 以博德喝彩 这就叫撒狗血 所以我们今天说 这个剧情特别狗血 是这么来的 就说这剧情过了 只不过这两年 不说撒狗血了 说撒狗粮 撒狗粮是什么呢 秀恩爱 你再比如 京剧行业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 叫倒仓 说这孩子快倒仓了 什么意思呢 是指青年的男演员 大概在14到18岁之间 每个人不同 有的人早 有的人晚 这个声带 发生了变声现象 女孩子这个过程不太明显 男孩子非常的明显 你看男人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能模仿女生唱歌呢 就是他嗓音是尖的 倒仓以后 他就会变得比较低沉 倒仓如果保护不了嗓子 保护不好 这个人就废了 声音就会变得比如粗雅 那么过去唱戏的男孩 在倒仓的时候 都有专业的师傅帮他调教 保证他的嗓子在倒仓以后 依然可以唱戏 但他不幸的是 有很多童星 倒仓没倒好 年轻的时候 童星的时候非常有名 长大 废了 那么这种行话中 比如吃栗子 也说吃螺蛳 奔瓜 是指心情紧张 或台词不差 不熟 在演出中把台词念错 或者念得结结巴巴 我过去呢 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人上台 上台的时候就真见过 这个演员就俩字还给念错了 紧张到 无以复加 我们那时候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的后期 普及样板戏 我跟着是专业团体 空正文工团 到东北邻区普及样板戏 我们都是没台词的 我上去演好几个角色 都是没词的 对吧 比如李奶奶在第四集中说 屋外有狗 我就上台围着电线杆子转一圈下去 我就眼内屋外有狗 跟着纠山闯进屋里说 搜 我就出流一下到礼物 拿出一本《黄礼》了 一地都没有台词 但我们有一个孩子 他说演戏没有词 不叫演戏 我得找一个有词的 那有词的这种角色 都是专业人士演 其中有一个角色 叫两句词 两个字 一句一个字 智取威虎山 参谋长说 小张 道 戴鸾平 是 就这俩字 这哥们领了这任务以后 天天拿一铁锹瓣 当时不能拿枪 上台才给一个假枪 平时拿一铁锹瓣 在那练 天天道 是 道 是 把所有人都搞烂了 彩排也没有事 正式演出 邵建波说 小张 是 戴鸾平 道 就这俩字彻底念翻 底下哄堂大笑 但他自己浑然不觉 人是演员 就是演员 你天生没那根耗子 你就真当不了演员 我就是当不了演员 经济中还有一些规矩 你比如说有一个规矩 叫一颗菜 你听这个有点不再理解 什么叫一颗菜 它主要是主要角色 我们现在开始按经济的说法 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之间的一个默契配合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前段时间 小视频里老有发一个杨子荣 在后场的过程 换装 所有人帮他换衣服 该记得记 该穿的靴子穿 是吧 到那时候还有人把这个水 递上一杯水 喝了一杯水 主角这个杨子荣把杯子一放 然后那麦克就煮上来了 就穿临海了 你看所有的人 围着这一个人转 保证所有的衔接天衣无缝 他还真不是讲排场 他就是这样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就叫一颗菜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戏剧界是一个很小的行业 它的影响力很大 过去在没有影视的时候 看戏是人生中巨大的一个快乐 大部分人看不起戏 电影的好处是一个片子出来 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看戏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戏剧界呢 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 那以前过去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的 都有自己的行话 再极端就叫江湖黑话 听上去很难懂 你比如东北 东北最普通的黑话就是 一见面先报腕 什么叫报腕呢 就是你报一姓名 过去的人讲究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所以一上来 你什么腕啊 就是您姓什么 这当然他不能说您姓什么 人一听您就不是江湖上混了 所以你来报个腕 让你报上姓名来 那如果我 我怎么说呢 千里腕 今儿这大腕的腕 就是这么来的 大腕的腕就是这么来的 我说你说你报个腕 千里腕什么意思 我姓马 那姓王的呢 虎头腕 这老虎脑袋上不一王字吗 虎头腕 狠心腕 说的是谁啊 姓郎 这郎很 郎子野心 但这郎是谐音的 姓孙的是什么呢 叫龙子龙腕 这叫龙子龙孙 报什么腕 一定不能把你这个姓名的姓 报出来 对吧 你说姓什么呢 白给腕 就是姓宋 谐音 姓张的叫什么呢 叫慌里慌腕 慌里慌张 不能说张 最逗的呢 是说您什么腕 喇叭腕 喇叭腕是姓什么呢 姓崔 崔和崔之间呢 是不一样的发音 但东北话说这吹就念催 你催吧 这东北话 古董行里也有很多行话 你知道我们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二几岁的时候上行里的你一说话你就知道你是一外行 你看一象牙笔筒 哎呀这鼻筒真漂亮可惜裂了个口 完 外行 你得这么说 哎呀这鼻筒真精彩 可惜笑了 这就是他的行话 裂开一点它叫笑了 你说这玉器 这嘎的件真漂亮 可惜上头有一道裂 完蛋 唐话叫有一道柳 它一定规避那个难听的字眼 你看瓷器 瓷器 这瓷器 有一个裂文 这个裂文叫什么呢 如果这裂文达到口端 这叫冲 说这东西真可惜冲了 就是有一道裂文 到了口言上 如果没到口言叫什么呢 叫问 我们有一句歇后语 叫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个问字非常难写 写出来你未必认得 它就是利用这个谐音 古董这行业 所有东西都不规规矩矩的叫 我们今天叫珊瑚 琥珀 秋角 珊瑚 古董行业叫珊瑚 发三声 琥珀 叫琥珀 秋角 叫秋绝 秋绝是海象牙 所以它在所有的专业术语中 一定要发生音变 以区分内外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自己这个行业的利益 你比如说现在 典当行没有过去 你看影视剧 在民国清代的时候 典当行都是大门脸 都特别显眼 典当行当时都有典当书体 他写那个字 只有他自己认的 你们外行人是认我的 我还能认 因为我过去知道一些规律 典当行里 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对话 客人在旁边都听不懂 他全是黑话 这不是行话了 这些话是一定不能让外面人听懂的 为的是保护他的商业机密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明星 以及明星的行业 这些年互联网的兴起 出现了一个新词 叫网红 网红很简单 就是网上红人 这词一开始不是什么好词 现在变的是个好词 网红是通过网络走红的 那肯定是互联网以后的事 最初大多数网红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名票 票友 票友是什么意思呢 是业余喜欢唱戏的人 比如人家说你给票一出 就是你不是专业人士 票友最初是买票出来的 你知道过去很多有钱的人喜欢唱戏的 那就包座位 这座位只要有戏唱一定是我买 那特有钱 在民国时候能看得起戏的人 非富即贵 那么票友呢 他本身是戏剧界的一个行话 他就指的是非专业的演员 但是他是戏剧爱好者 能唱 如果唱得非常好 叫名票 名票呢 会有很多名角陪着唱 我们历史上 你看上海的杜月生就唱过 有人陪着 后来很多名角跟名票都成为终生好友 我们的互联网在全世界普及不过30年 所以中国的初代网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还是跨入了2001年跨入了21世纪 大概在非典那年 2003年的时候 在清华 水墓清华和北大卫明湖的论坛上 就出现了一组照片 这照片是谁呢 是芙蓉姐姐 芙蓉姐姐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腰软 腰软 胆辣 抗打击 发的那都是辣眼照片 其实他自己没怎么炒作 是跟被网上一番炒作 结果这芙蓉姐姐 就红了 芙蓉姐姐是一个特别盲目的自信 她非常的自信 芙蓉姐姐到今天仍然出现的时候 还有点余波 那么到了1997年 国外就出现了这种社交平台 很多人就根据自己的真名 在网上开始交朋友 当年博客网站就开始流行了 这些都是主流 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下 你比如我就开始也写博客 我2008年就开始写博客 我那时候百家讲坛播出以后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应该通过网络跟网友沟通 说你应该写点博客 我说那写博客对我来说 是不是个简单的事吗 那我好 我就好好写 我先答应你们 每天写一篇 我先写一年 我把我自个儿制死了 我当时是不拿电脑写的 我到今天也不拿电脑写 也不拿手机写 是拿纸写 我为什么那个博客 绝大部分 99%都一边长了 是因为我每篇文章 只写两页纸 大约600字 我坚持了一年 写了360多篇 没有一天停下来 你这一年要办很多事情 在世界各地走 非常的辛苦 就觉得坚持这件事 非常不容易 那我为什么要坚持呢 我认为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自律 人答应的事 就一定要做 所以我写了一年 第二年就开始降速 就一直写写写写写 写到今天 就写得越来越少 但是我总共写了多少篇呢 我写了1600多篇博客 如果出书的话 很容易出这么厚的十本书 那么它记录了我至少十年以来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对吧 我们过去一听 网红跟明星是 非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区别 但现在很多网红呢 变成专业网红 两者之间的界线呢 越来越模糊 这网红跟明星一样 都利用个人的号召力 为品牌 为产品 带来知名度和人气 所以你看很多明星去做的事 跟网红没有区别 明星拼了命地向网红靠拢 这在两三年前都不可想象 我们现在的网红跟明星比起来 它有一个特征 是明星没有的 它接地气 所以呢 它更像是粉丝们的闺蜜 所以网红的明星化呢 也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 我们大家都看得见 网红比较有名的 有李子柒 李佳琪 威亚 他们开始参与了一些综艺节目 开始拍摄广告 担任推广大使 明星啊 跟网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明星是少数人包装打造出来的 它是靠少数人 对吧 你一个你说这个我这明星 我整个团队也有好几十人 那好几十人也是少数人 但网红呢是靠网络上多数人打造起来的 你没有多数人对他的追捧 这个人就肯定红不了 我们今天说网红不一定说人 比如网红打卡点说的是什么呢 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人去了打卡 所谓打卡就是留个照片 比如网红餐厅 对吧 它已经不是跟人有关了 还有网红的城市 当然还有我们的网红猫 官府猫三十多个猫就是网红猫啊 一到节假日啊 那个 孩子领着家长就来了 对吧 我们整个在这个博物馆 官府博物馆的宣传中 网红猫 支持了博物馆的相当建设 官府猫呢 在官府博物馆的生存 它其实是一个偶然 2003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养第一只猫 这只猫呢 是我们的花肥肥 当时被人遗弃 我们可怜它 开始养它 后来又有了黄腔腔 又有了蓝毛毛 又有了麻条条 又有了三四十只猫 这些猫都是流浪猫 或者是被别人弃养的 我们有一个口号就叫 以领养替代购买 让生命不再流浪 我们提差 如果你想家里养个宠物猫 就接受这种中华田园猫 那么在电视购物的时代 很多人对这个时代 已经很陌生了 电视购物啊 我有时候看 我看什么呢 我看它怎么胡说 后来啊 因为我那时候老出差 出差呢 那时候也没手机 有手机 手机只能打电话 上面没有内容 所以只能看电视 电视上就看见一个人 叫侯总 这侯总是史上最牛的广告人 他在节目里所说的事情呢 都是要求专业的团队来背书 他有一种非凡的表演 卖力气 表情夸张 神情激动 他那种表情是声嘶力竭的 做痛心疾首状 每次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夜间啊 那往往都是深夜 看这个侯总卖东西 是完全按照一个喜剧来看 是吧 而且他经常有出乎意料的降价 降到你不能忍 侯总的口头语就是 我不是为了赚钱 这么好的东西拿到了国外 十倍的价格早被抢光了 什么什么事一通胡说 所以说中国第一代卖货的教父 就是这侯总 广告界的奥斯卡影帝 你要没看过 他说那八心八剑水晶钻 那你真是亏了 那么他说什么 八心八剑的这个水晶钻 是什么呢 是个人工的切割的 一种合成的养化告 就是说白了是个假的 两克拉的八心八钻的水晶钻 只要998 你相信吗 对吧 当时他广告里 让我记忆深刻的 就是劳斯丹顿手表 我们这个手表 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是僵尸丹顿 车最有名的是劳斯莱斯 他把这劳斯莱斯和僵尸丹顿 捏在一起叫劳斯丹顿 所以他吼着说 中国档次最高的表 仅售2980 劳斯丹顿手表中的 劳斯莱斯 中国人档次最高的手表品牌 其他品牌统统必退三社 他卖表的时候 你都不能想象他拿什么东西 他拿出一电钻来钻这表 表示这表有金刚不坏之身 侯总还有粉丝呢 人家那粉丝叫迷猴 你看这粉丝的名字也起的好 迷他 迷他 迷猴 说你三更半夜的你要看这一个猴总 你都有时候睡意都没了 我说网络今天的好处是不埋没每一个人 你只要有一点本事 你就会往上冒一点 你有大本事你就冒的很多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红的一个网红 这网红很有意思 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长相普通 宽额大脸 叫李雪芹 名字也非常普通 他的名字普通 是他的至圣法宝 当年我们策划可望的时候 当时策划电视剧是这样说的 说把中国人的美德堆在一个叫最普通中国人 人民的身上 这个人就叫刘慧芳 当时好像还起了什么王贵芳 李淑琴 什么起了一大堆名字 大家觉得刘慧芳这个名字十分普通 你看李雪芹这个名字也十分普通 你知道如果名字非常各色 他肯定红不了 比如李雪芹叫李埃蒂 你认为他能红吗 他就红不了了